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数字运算 上一期我给您讲的是字符串的运算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数字运算 其实今天的内容在咱们命令行模式 我都简单的给您介绍过 今天咱们再唠叨几句 好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学习一下Python的数字运算 Python最强的是什么地方 科学运算嘛 对不对 科学运算一般用什么包 科运算大气感一般就用这个包 No.py 但是这个不在我这套视频的内容当中 今后我准备专门做一套视频 讲解一下这个No.py这个括 我的本套视频并不涉及于它 但是您知道 它是数字运算非常有利的基础工具 基础括 好咱们先扫续 马上看一下我的实战演习 稍等 我先建一个Python的文件 test.py OK 然后咱们和上期一样 我一点点的运行 咱们一点点的讲解 我把它屏幕变成左右两边 然后右边是咱们执行的控制台 左边是咱们整个的课件内容 咱们一点点试 首先咱们先试一下Python的基础运算 我把它拷备过来 这个内容其实在前一期咱们讲命运行模式 我都给您讲过 咱们看一下 我定义了两个变量 AB 行吧 5 3 为什么说这两个数 这两个数是费波纳奇的数 我比较喜欢用费波纳奇数列做例子 然后咱们对这两个数进行加减乘除 然后还有一个乘方 还有这个除除 除除上跟您说过吧 切掉这个 切掉谁 切掉所有的小数点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结果 根据结果 咱们一点点的讲解 go 追 第一个 A加B出来什么 数字8 3加5 对吧 OK 没问题 第二个 A-B 5-3 出来什么 2 没问题吧 这个我能选的更简单 更好 第三 A乘B 3乘5是多少 351是15吗 对 这是15 第四 A乘以 是5的三次方 A是5吗 B是3 是5的三次方 5的三次方是多少 5乘以5再乘以5 5乘以5 25 25再乘以5 125 大家看这地方 给它算出来了吧 咱们不用用脑子算 这都给您算了 对吧 再接下来 A除B 5除3得多少 除3除的开吗 除不开 所以是1.666 没有问题吧 一直溜下去 我没有保留小数位 如果保留小数位的话 用什么函数 Round 对吧 跟您说过 最后一个 干什么 切掉小数点 看着烦 干什么 把它切掉 怎么切 两个写线 这个运算符 是Python独有 您一定要掌握 比如说 您要想做一个取整的运算 一般咱们用Round函数 没有问题 但Round函数有个问题 它四舍五入 用这个 斜线除除 它能够做到 直接切掉小数位 就不让您再做 多余的四舍五入 因为有很多的 咱们科技算的时候 是不要四舍五入的 他们只想保留整数位 那么用两个斜线斜线 是非常好的做法 OK 这是咱们第一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 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优先 这上次我写错了 应该是 不是有限 是优先 括号优先 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优先 我这键盘 我跟您说 我这虚拟机里面键盘 是真不好使 真的不好用 我能切换到 OK 切换过来了 好 咱们试试这个 把它拷回过来 咱们看一下 先乘除后加减 括号优先 我有一个结果 等于什么 等于大家注意看这地方 2加3乘5 多多少 25 错了 2加3乘5 乘除优先 是先3乘5 多多少 15 再加2 17 对吧 接下来 下面这个 我加括号了 2加3乘5 这多少 25 看结果 好 我把这个清除一下 然后再运行 Pi Test Go 大家请看 上面这个没有括号 所以输出17 下面呢 有括号 输出25 先乘除后加减 完全符合咱们的四得运算 OK 这个是小学的知识了 好 再回来 接下来 浮点运算 拷贝过来 马上实验 该怎么做 我呢 定义了两个变量 不是AB了 是XY 分别代表 0.1跟0.2 然后呢 咱们对它做 加减乘除 看什么结果 Let's go 回车 大家请看 0.1加0.2 这多少 0.3吗 对吧 所以这输出是0.3 但是蟒蛇 它是用于科学计算 它会要求非常非常的精密 所以说您看 在无数个令之后 后面还多了个40 这您不用管 这个每种语言 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 您就看前面就可以 这种科学计算 因为它是非常精密的语言 所以它到计算机内部 最后这Corex 出来是4 更出来是8 这不是固定的 这个咱不用去管 没有问题 好 再接下来 X-Y 输出是多少 0.1 没有问题 对吧 X乘外 又是0.02 然后又一大长串 数不清的0 最后又跟一个数 这不管 您听我了 这个不管 对您的计算没有任何影响 再下来 Rx除以外 0.5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两个伏点数的 加减乘除 OK 最后 数值计算 数值运算 数值转换 这是咱们编码中最常用的 比如说 我能数据库中取出一个数字 但是取出来之后 可能是以字符串方式取出来 然后咱们想把它变成数字 然后再进行运算 这种处理非常非常多 那么怎么做 比如说 我今天给您举的例子 就是数字字符串的转换 我这有个年龄 25岁 永远25岁 然后大家去看 message 说书 我今年是 我今年是25岁 然后咱们看 这个age可是一个字符形 对不对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go 注意看 我今年25岁 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没有问题 我25它可是数字形 我下面这个 我今年这个是字符形 能相加吗 能 我这有一个字符串 转换函数 如果我把它去掉 我就直接 注意看 我直接 我今年字符串 加上一个数字形 再加上碎 能出来吗 试一下 肯定不行 为什么 不匹配吗 对吧 我必须要把age 这个字符 这个数字 转换成字符串之后 它才能够做字符串相加 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今后咱们可能在编码过程中 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编程的技巧 请您一定要注意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技巧 请您一定要注意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数字运算的基础概念 应该不是很难 您的理解起来 我想会相对的简单 今后咱们会逐步加深 一点点的实现咱们的科学计算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我 好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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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